过年收到压岁钱了吗 收到了呀 收到了呀 收到了呀肯定收到了 收到了一个 女朋友给我发的 相说也就一百块钱 居然给我发的五百一 收到了妈妈给的红包 今年我收到压岁钱了 我想用这笔钱购买 2022年的军考复习资料 希望通过今年的努力 如愿考上军校 准备等过完年 给爸爸妈妈买一个按摩椅 他们平时工作挺累的 然后让他们放松放松 打算攒起来 以后给父母买些衣服 买些吃的 然后扫进他们一下 打算给家里父母买点衣服 我打算把这些压岁钱捧起来 然后等到后面回家的时候 带他们去旅游 看一看足够的大火和山 想对家人说些什么 现在想给父母亲捡个礼 妈 儿子今年不能陪您在家过大年了 但您要记得多吃点好的 注意身体 爸妈 我在布局一切都好 请你们放心 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这是我第一次不能回家过年 你们不要太想我哦 爸爸妈妈 在新年里 给你们办理了 我在我的一切都好 祝你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老婆 这一年辛苦了 小宁宁 看到爸爸生活了个大家伙没有 喜不喜欢 爸爸回家也给你做一个怎么样 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老爸 少喝了酒吧 距离上次回家 过年已经有五个年头了 今年 我将继续在站位上过年 爸爸妈妈 我想你们了 感谢我的家人 一直以来对我工作的支持与理解 在新的一年里 这军 爸爸祝愿你 苦苦生威 茁壮成长 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吗 我的新年愿望是 在新的一年里 祝父母身体健康 爱人学业有成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希望我这只小老虎 能够一直平安健康 希望媳妇和孩子们 平平安安 我的新的愿望是 希望自己更加努力 更加优秀 在新的一年里 我想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我的新的愿望是 在新的一年里 以后将我们参中 打到成五十五岛标准 更加温馨 我今年最大愿望就是 能够多去巡逻 多看看楚国的边防线 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我可以建设岗位 争取更大荣光 我的新的愿望是 你希望自己的职责 干好工作 为边界人民 炒除最后一颗雷 我的愿望是 早日战胜新冠病毒 全世界人们健康多一点 疾病少一点 和平多一点 战烂少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